诶 你在听什么啊 我在听榴莲台咯 哦 就是那个很够利的天嘛 星空 诶 网络电台不是要用电脑听的咩 你很傲嘞 你手上的智能手机是干嘛的 用它随时随地就可以收听榴莲台了 真的咩 是啦 只要下载榴莲FM apps就可以了 我每天开车上班都在听 很过瘾的 哇 这样方便啊 榴莲台S我也要啊 各位 你们正在收听榴莲FM 我是妇女坚婷暨继社会发展部副部长王赛之 榴莲当头 我是恩慈 自语高照 我是妍言 我是子豪 是 我们在天马星空 那今天呢 我们来到的课题就是 505后国阵与明连的冰工厂 其实这个课题啊 就有非常多的听众留言呢 看来大家对于这样子 505之后 陆陆续续所看到的新闻呢 是有不同的一些观感跟感受了 其实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冰工厂 因为我们在大选之后 或者是看到一些课题上面啊 就是在两党啊 就是两个就是国阵跟明连之间呢 看到他们所持的一个态度 或者是他们所发表的一些言论呢 就可以感觉得出来说两个 他们之间呢 到底是谁站着一些 有些弱点就布光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常常就会看到像明连他们 三个蒙党之间的一些矛盾 或者尴尬的部分 这个呢 也很有可能就是变成了国阵 很好拿来作为一个 可以攻打或者是拿来 拿来对付明连的一个手段 或者一个政治筹码 那打个比方就是 像每次谈到一些关于 比如刚刚我们之前 应该是上个星期谈到的 伊斯兰的形式法忽度的时候呢 就会说这个比如说 像是在伊斯兰党在明连之间呢 就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意见 三个蒙党里面就有一些 可能出现会互相伤害到彼此的 一个一个做法 所以大家很多时候可能会保持避而不谈 或者是轻轻的带过这样子的方式 但是像国阵就不同了 很多时候他们又很明确的 他们本身就是马来人就是巫统 华人就是马华 然后国大党印度人 这样子 所以他们说一些言论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的比较种族主义一点 或者是比较收出了一些声音 可以用对抗的方式也好 比如说有多时候 当国阵提出了像一个土权 土著的经济政策的时候呢 马华就可以打出一番言论 来让我们表示说 这个是华社的新生 但是如果今天出现在明年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到底要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所以他们保持着一个比较暧昧的一个说辞 你看自从505大选之后 我们也与子豪一起探讨一下 505大选之后具体国阵 他实施了哪些策略 他的实施的策略 首先的是土著富权 经济富权政策 那么这个政策当时他提出之后呢 对于明来这方面 他有不同的说法 他说这种经济政策 他不能失败于一个族群 他应该是每个族群 他都有贫困阶层的人士 应该失败于这些贫困阶层的人士 这样的一个声音 在国会的探讨当中也出现 但是到最后 经济富权政策还是实施了 其实你在明年内部 他也是有一些矛盾和尴尬的 因为当时林冠英 他也说即使明年执政之后 那么马来人的特权 他也不会被侵犯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方面的一个言词 让大家感觉到明年的态度似乎是不是太明确的 有两个观点呢 在这一方面 第一个就是国政以及明年对这个土著特权的看法 因为国政政府在执政五十多年来呢 对土著都是以经济一个教育的角度来看 然后这经济跟教育呢 这政策是非常非常偏邦土著的 而反而明年呢 可能他们的看法 对于土著特权的看法 就不止于经济以及政策 经济以及教育上的 至少小弟本身到现在还没看清楚 他们对土著特权的一个全面性质的权益 或者是解释 但是至少呢 跟国政的这一个解释呢 应该会有很多出入 那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呢 就是其实 刚才恩子言也说说 就是国政在大选过后呢 就是推行了很多强化土著的政策 然后明年呢 就抨击国政说 应该是要以一个全面性质的对贫困进行一个解救 其实国政执政之后呢 之前就是505之前之后呢 都是以双管旗下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你看到很多 那一个义马原租金 义马这个义马那一个 既然你看到一个义马在后面 就是冲着贫困的人来的 是没分土著不土著的 然后这国政政府对此义马的这些政策的拨款呢 也是相当巨大的 尤其是这个原租金 然后同时呢 在505过后 其实不应该说505过后 在505之前呢 也是推行了很多土著政策 就一个土著的这个 这个conference 怎样说呢 一个会议 强化土著会议呢 它是每十年一次嘛 它是十年一次刚好落在今年 就要十年前到今年 所以不是505过后才落实 而是每十年一次的落实这个强化土著的这个政策 所以从这两个观点来看呢 就不应该拿着一方面就对明年或者国政做出一个抨击 其实要从全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国政政府它也是双管旗下 同样的明年政府也是双管旗下 一方面他们没明年政府没有否定这个土著特权的这一个存在的重要性 第二方面他们也要推崇这一个全民消除贫困的这个性质 这一国政他们明年他们的做法呢 虽然是嘴巴上在骂着对方 但是其实做法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来回之间的博弈 其实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胜也没有什么负 它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它是一个议程而已 必须做的议程而已 但是通过土著赋权之后 它我们现在目前所看到的 你看像在巫统大会上 巫统大会上它类似的 你认为在巫统大会上它的博弈 跟每年的博弈应该在哪 是不是主要是它把选票放在马来人的身上 不如这样子说吧 这一个巫统大会发生了 几次发生呢 两个礼拜前吗 两个星期前吗 今天大家都已经忘光光了吧 我看首相有没有特别 你如果现在给首相拨个电话 说哎呦吐出那个 对不起那个巫统大会 代表们都说是什么 他可能一个都不记得了 其实有延续在 在持续报章看到的 也是大家在猜测 是不是有国阵新的一个策略或者手段 就是提到关于他们 伊斯兰教里面的宗教派系 一个虚拟派跟实业派 这个也是从巫统大会那边开始 燃烧到慢慢到延伸的 就那时候就有暗 就是影射暗示说伊斯兰党的 第二号人物 马萨布他本身是实业派的 然后后慢慢的 又到现在又说会提出证据啊 等等的 到最后现在 还说到是去到了执法的阶段上去 就不禁让人家猜测 是不是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就是国阵在酝酿的一个兵工厂 就是用这个呢 来打击伊斯兰党 也可以这么说 那其实是国阵一看到了 什么机会的话 他都会进行打压 因为很 我身为小弟 身为华人 然后也不是伊斯兰教徒 也不是穆斯林的 对这个实业派 跟这个虚拟派的 这个斗争呢 其实 我本身是了解 但是我不能感同声受 他们到底对对方有多少仇恨 多少对峙 但是至少呢 在马来西亚穆斯林的想法中呢 这一个舍业派呢 是舍业派吗 不被接受的 舍业派是绝对绝对不被接受 因为他推崇暴力 他推崇这个战争之类的 马来西亚的穆斯林比较热爱和平 也就是虚拟派的这个派系 这也是 其实这也是国阵或者巫统宣传的 神业派 它是一个这样的形象 但是在国际社会当中 它是被承认的另外 伊斯兰教的另外一大支派 你看在这么多国家之中呢 真正有 舍业派在大多数的国家 只有一个 也就是伊朗 伊朗以外的穆斯林国 这个伊斯兰国家呢 虽然都是悉尼派站上风 还有 也就是那凯赞斯坦 它是苏非 苏非我不知道怀疑什么 苏非 苏非 这些其他国家 其实他们的这一个暴力倾向 我也不是说他们是很暴力的一群人 他们的这一个国家的 那个暴力倾向跟这个伊朗 也是差不多而已 不想上下 反而马来西亚是比较崇尚 这个虚拟派 也就是爱好和平的 不如这么说吧 巫统成功在50多年来 把舍业派跟虚拟派的这个斗争呢 变成是一个对立的这个情况 是没有可能和解的情况 现在要做的东西只是要把他们的政治对手 那巫统他们的政治对手 标榜上一个舍业派 他就够了 他不需要跟人民说舍业派是几糟糕几糟糕的一个派系 他只需要说 这个政治家是舍业派的 那个是舍业派的 就是够了 所以现在伊斯兰党应该做的东西呢 如果他们要说 舍业派没这么糟糕 是巫统乱乱说的 他可能要花上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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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间 所以现在基层的民众 他也不明白什么 他绝对不会明白 他绝对不可能完全了解 他不明白为什么巫统还要把一个 神业派的帽子扣在伊斯兰党 对所以我现在刚才我说 我小弟是华人 我不能了解 我了解情况 但是我不能了解他们的这个 这个痛苦 是我们的线上呢 就有行动党 刚榜东方州议员 YB刘永山早上好 大人你好你好 早上好 各位听众早上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会谈到说 505之后 国阵跟明年的兵工厂 就是就会谈到说呢 在大省之后 可能两方面 也可能是一段修复期 要重新在 要在为5年后的 做一场应战 那在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会有不同的课题 讨论等等的 尤其我们看到 如果说到最近 就是可能 明年比较可以 占一点点 优势的呢 就是因为 目前的政策 很多都是不断的在上涨 这个又起价 那个又起价 高速大灶 或者又电费 什么的 然后明年这个时候呢 就站出来说 就是会抗议 就说现在反对着 反映着人民的心声 对于什么消费税等等 这些的压力 所以你觉得说 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可以获得多少的一些 是筹码呢 其实这个是明年一贯来的立场来的 只是我们在不同的时期呢 都用不同的形式 去把它表达出来 我就讲这个 顾路费 作为一个例子 那么在过去 每当有这个顾路费 要调整它的收费的时候 明年或者是在野党的领袖呢 都会主办这个大集会 或者是抗议 思维等等 这样的一个做法 其实自从80年代末期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印象深刻的就有 这个交来收费站呢 都是由我们的交来国务委员 陈国伟所带领的 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反应 那么最近呢 因为我们明年 以合法队长 都当上了这个州政府 所以在行政上呢 我们也有一定的这一个 影响力和决定权 所以呢 除了进行一贯的这种上阶示威 还是提交备忘录之类的活动 由于我们是执政党 我们可以应用我们本身的一些影响力 虽然是 还是很失微 但是 也不是说没有效用 听一个很好的例子呢 这个其实不算是针对过路费 这个是针对这个 收费站的问题 或者是开路的问题 就是这个 我记得是08年的时候 发生在交赖黄冠镇 我们就运用了我们的一些这个影响力呢 作为小股东的影响力 我们 因为我们在这个州政府的其中一家子公司 在这个 家营交赖大道有一点的股权 所以我们就 让这个黄冠镇的这个居民呢 能够顺利的开路 到这个家营大道 这是一个例子 我最近安华 还有 也有提到这个 我们也会应用我们在这个 就是这类型的一种方式 但是成效是否 大还是小呢 这个其实很多时候是要看情况 只是说我们 怎么讲呢 在落实我们的这个理念和立场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行动 其实是有一些改变的 或者是有更多的这个选择被去进行 来去怎么讲呢 去阻止这个过路非一致的商场 那这种阻止它会不会它有效果 是不是如果说是另外的股东 它如果不赞成的话 这样的涨价还会依然继续进行 即使是明年已经提出反对了 对对对 这个其实你所讲的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 那就是如果股东 大股东 大部分的股东都不赞成 那么作为小股东 你的意见其实是没有用的 是不会被接受的 所以但是很多时候 这个我觉得也是要看 我们的这个 作为小股东 我们的小股东在 这个会议上要这样子去谈 还是这样子去 怎么讲的 去谈判 我觉得这方面呢 就电众就很运用到许多这个商业上的这个智慧和战术 但最终你感觉的结果应该是怎样 是不是还是赵涨 大陆肺赵涨 大道肺是赵涨的 你感觉最终的结果它应该是怎样的 我认为最终的结果应该是影响不大 因为我们毕竟是小股东 从表面上来看 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这个办法 我们应该是没有这个办法去玩人群主持 当然是回到最后 也要看那个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 能够谈到谈出什么样的结果出来 但是整体来说 因为我们有大概十多条高速公路 所谓大道 我们不是每一条高速公路都有这个股权 我们只是在一两条有股权 所以这很难 我们所能够发挥的这个影响力 其实也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是不是结果如果出来之后 结果还是大道费照涨还是照涨的 那么民众对于国阵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公司的态度 是感觉到很厌烦的 其实我听不清什么问题 我的态度就是 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 大道费 刚才像你所说的起的作用是很少 民连这方面起的作用是很少的 那么到最后呢 民众会不会把怨气都投在国阵那些关联公司的身上 你是说民众会不会把这个怨气发泄在国阵的身上 国阵的关联公司就是大道公司的关联公司的身上 其实这个如果是国阵的关联公司 如果你讲的是国阵的关联公司 那肯定是 怎么讲呢 肯定是国阵也会照样 明年的关联公司是属于小股 而且这个股权是在国阵的时候就留下来的 其实像小股 我们不是现在才去购买他们的股权 而是这个是以前国在离留下来的 是那之前其实505之后呢 就是行动党就算是大胜利啊 那还有非常多的华盛呢 也是对于行动党有非常多的期待 但是好像慢慢的随着505大选之后呢 但感觉上行动党受到的一些 或许就期望很高 所以有不本的失望的声音也是蛮多的出来 像是有一些在一些课题上啊 所表达的一些姿态 或许也是会受到了一些的 民众方面的一些失望 或者是有些批评 就感觉说好像在行动党的 或者名言里面也碰到了一些钉子 或者是一些他们 你们本身呢 没有办法就是去去解决的一些尴尬 或者是 所以在就想问的是刚才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看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博弈 是不是安华在这一个博弈当中 就大到其掌的这个博弈当中 他是胜利者呢 我认为这个是跟民众对在大选的时候 这期望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大选里面更换联邦政府 我们有其实在大选的时候 就是提到 如果没有更换联邦政府的话呢 我们是没有办法在更大的层面 在行政在政策上呢 落实各项的改革 这就是我们在大选的时候 所提出来的一个看法 或者是一个宣传的一个战术 无奈的我们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议席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组成两帮政府 所以其实一切还是回到原来的步伐 只是议席方面呢 还会有些变动 明年的议席增加了一点 或增加了一点 但是还不足够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呢 这是一个切记 我会从正面的角度去看 这样外比 外比 外比您刚才说呢 要更换政府呢 才能改变 从底的改变这个状况吧 从行动党的角度来看呢 其实在上一次505大选呢 很多华人城市 包括华人新出呢 都普遍上都会倾向于民连 倾向于行动党 这样在这个行动党下 准备下一届大选的 这个招兵买马的兵工厂的 这一个观点来看呢 行动党有什么办法呢 把他本身的这一个 把您行动党本身的这一个影响力 影响到其他族群吗 其实在过去的两三年级 我们已经开始 我们也了解到 如果只是依靠华裔选民的话呢 我们是肯定 不要说 不要说自政中央政府 甚至在增加我们的议席呢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来的 所以 其实从308 我们已经看到 行动党的候选人 其实也获得 相当多的这个 非华裔选民的支持 在我们深处的 尤其是在我们深处的地方 在一些 在许多混合区 譬如说 华人选民只有 可能 50到60%的 然后非华裔选民 是可以到50 还是40%的 这些地区 我们都能够以 大比数的 多数票深处呢 主要是靠 非华裔选民的 大力支持 所以我们其实在 308已经了解到这一点 所以在过去的 这个五年 我们在我们的 这个党的形象 从微观 那个党的形象 到块大会的 这个字眼 语言的使用 这个火箭报的 这个宣传 云术 语文 等等 其实我们已经是 加了相当大的功夫 去聘请 召集各语文的人才 现在的 行动党的总部呢 你可以看到 三大种族的 这个员工 都在埋头布干 这个是在308之前 是看不到的 第二点呢 你可以看我们的 这个宣传文案呢 都以三种语文 甚至有时候呢 是以马来文为主 我们主要这样子 都是为了吸引 这个马来群众 现在我们出版的 火箭报呢 是免费派送的 那是英文和华文 出现去买 我们也是要 希望这样子能够 接触更多的 这个马来群众 这样 我们也有一群 一群 一群马来同 马来党员 在背后处理一些 炒坑工作 包括他们最近 设立的这个 一个 一个 像是 类似 类似 党校 这样子的东西 叫做 Sekola Democracy 里面就是到底 或者是 邀请一些 外面的人 来 相见 马来青年 讲解一些 关于民主 和政治交易 概念的一些 一些特体 这些都是 小小的步伐 当然还有 更重要的是 In Biyan Saba 这些家乡服务 这样 我还比您觉得 在 举个例子 在明年上个 党派 马来人呢 会比较 会支持 伊斯兰党的 原因 都是因为 马来人是 回教徒 马来人会支持 这一个 公正党的 原因是因为 公正党里边的 这一些 马来领袖 会比较多 这样 您认为 YB 您要把 行动党 塑造成 一个什么形象 然后 您觉得 您要 target的 这一group的 马来人呢 马来同胞呢 是对 行动党 将会有什么 要求 然后让他们 来支持你们的呢 我觉得在 在马来人群众里面呢 他们 他们追求一个 非常重要的 价值 就是 公正 我觉得 行动党在这方面 应该是 应该是可以 应该是下了 这么大的 普通 就是在 在党内 不管你是什么人 或者是 马来人 马来人也好 华人也好 每一个党员都有 足够的平台 去发挥 很深的专场 这个 我觉得 在 这个 怎么讲 在这个 这个 这个概念上 城市的 马来人 会比较 倾向于 这个 政治行动党 我觉得 只要 行动党 能够 做出一些 触目 马来人 预料 之外的事情 那其实 已经是成功 塑造 这个 多元种族 形象的第一步了 非常好 因为 大部分的马来人 都会认为 行动党是清华人 都是半华人 都是共产党 都是总统主力的 他们都有这种刻板影响 包括一些城市的马来人 但是如果 我说行动党的领袖 和议员 都能够 在他们各自选区 我们的选区 大部分都是城市 而班城镇的选区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选区 能够下午宫 告诉马来社群 他们也一样能够得到 同等的这个 关注 关心和关话 我觉得这样子已经是 打破了一个 打破我们的隔膜了 所以 在一些地方 你看到有行动党 党员加入行动党 或者是甚至成立 这个 马来人的支部 很多时候是因为 我们 在我们的行政上 在我们的 在处理我们的选区 拨垮 在我们 解决他们的问题 我们并没有看负捨 也没有看中间 甚至一些巫统的 这个党员 甚至是领袖面对的问题 我们如果也去处理的话呢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因为我们通过这种微观的这种小小的东西呢 我们能够消除他们对行动党的恐惧 就是这样子 刚才 你看我们每一个主持人的思路都不一样 这我的思路也难为歪逼了 那么今天 你看刚才说的安华问题 安华他 他现在就提出一个 就是大道上长 他要 就是我们大家都感觉 感觉 给很多赞给安华 因为这样的事情确实有利于民的 但是好像最终结果 我们看分歧一下 好像最终 无论是大道 如果是还是依然涨价 那么安华也赢得了很多的赞许 如果大道 能够制使国阵 他不涨价 那么安华更会赢得很多的赞许 所以在这个大道涨价方面 是不是 民连这方面 安华这方面 他得到了很多的赞 在这个博弈当中 他是胜利的 我不认为这个东西是 我不会用做安华是胜利的 还是国政是输掉的这种 恶分法来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提升到 从政策的角度去 思考这个问题的话 那对我们是更加有用的 因为 为什么我这么讲 其实安华提出一件东西 背后带出一个很重大的虚择 就是国政过去几十年 所落实的这个适应化政策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弱点 那就是 他是让衡党受惠的一个政策 那么这个问题呢 其实如果你看最近的 美丽一媒体的报道的话 你也看得出 国政本身的后座议员 也要求政府重新检讨 这个达到适应化政策 这个合约 所以回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要看 我个人看这个问题 是看两方面的政策的比较 如果国政能够落实 明年所提倡的这个政策的话 我觉得到最后呢 并没有所谓的输还是赢 但是如果国政作为自政者 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呢 胜利的其实是人民 也不是国政 也不会是明年 那你就在就是问题 现在刨开大道涨价的问题之后呢 就现在物价也在上涨 各方面的像汽油的价格 还有糖的价格 还有其他的一些价格也在涨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涨的过程当中 双方的对于涨涨明年 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来能够 增加 所以说 雪队政府在这方面的重点呢 我们还是 把重点放在教育这一方面 我们认为 对我们是认为 只有通过教育 才能够提升 人民的这个状况 所以 这个事情是一个 很长远的一个计划了 也可以说是这样的笼统 但是 我们所能够做的其实相当有限 我们只能够从 最基本 最简单 的方面下手 它就是从教育 教育的你也知道 十年数 百年数 它不是 今天你投资交易 一块钱 明天你就可以收到回报 你可能要等一个 十年 二十年 一百年 或者是几十年之后 你才能够看到它的成效 所以 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 我们是比较 比较看重的一点 其他的我觉得 那些都是 一些 cash handout 的program 只是给钱 所以 它总共解决你短期的问题 但是你解决不了 长期的问题 是 外边我这边有个疑问 因为我刚刚也提到 说我们对于 因为就是明年 明年这一次 有非常多的一些期待 但是呢 比如说 我们发现到 明明有的时候呢 或许我们不了解 说到底 可能让我们了解一下 里面到底内部 有在做什么动作 因为总是会打 这一些像是反贪腐 政府很贪腐的 这个口号 那我们最近也看到 说反贪委员会 也都努力的 在做一些 这个法令 法令修案的提案 但是却没有听到 太多关于明年 提出来的声音 因为这些修改 法案的法令呢 都需要三分之二的 这个 通过才能够去执行 但总是说 好像 长期都听到 就是明年这边 都说要打贪腐 但是却在 反贪委员会 提出这些法案的时候 却没有听到 什么明年的声音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因为这个法案 不是在终于是变成 我不清楚 我们的国会议员 在国会里面 有没有 认识这个法案 还是这个法案 是否已经提成 上来给 是提成明年国会 但是 是需要很多 都需要 就是 国会议员的一些 因为 这个课题 是明年都一直 在哪来说的 就是要告别腐败 等等 但是却 在实际上 没有看到很多的 这些动作 是在 在关于 反贪的 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到最后 你就要看 明年的国会议员 在国会里面 有没有辩论 这个课题 因为 我本身 我不清楚 这个法案 是否已经提交 上国会 然后第二呢 这个 国会议员 辩论里面 有没有提到 这个法案里面 的很详细内容 还有第三呢 这个法案的修改 是否对反贪部 有帮忙 如果是有帮忙的话 我相信明年的议员 也肯定会支持 如果他只是用来 他是一个用来压制 意义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 肯定会成为一个课题 那主要的 他其实有两项 法案 一个就是 就是要让 反贪委员会 有更大的权限 直接可以进入调查 因为现在反贪的 他们需要有人 提提提上来 这个案才能够开放 才能够去调查 这些有关人士 所以比较多是 有关于扩展 反贪委员会的 一些权限 在肃探上面了 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说 有更多的明年议员 不要只是打这 反贪府的口号 却没有真正的去 给予反贪委员会 有更多的帮助 那另外一个方面 就想了解一下 因为之前都会说 这次大选 有很大的一些举步功 虽然之前有说 有孟加拉人 或等等这些 后来发现 停电这些都是谣言 但是最大的问题 就出现在 划分选区上面 这个也是 就是明年 如果要以后要 就是五年后 想要执政的话 必须要面对的 一个问题 在这个划分选区的部分 明年有没有一些 在努力的一些举措呢 针对这个反贪委员会 我觉得如果那个 修改法案是 是良好的 那就是他给这个 反贪委员会 更大的权力去调查 我觉得明年 没有必要去反对 我觉得这个是 如果明年去支持的话 那是一个 我们讲的一个 那是一个 很自然的一个决定 第二是针对那个 这个 划分选区的 其实在 选举委员会 其实也是在 刚刚才开始 进行这个 划分选区的工作 我们 以雪州行动党来讲 我们的场势 和雪州的 选举委员会 联系 看是否能够 在哪一个方面 给他们一些 资料配合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没有得到 他们的这个回应 所以这方面 其实我们 其实在 我们也是 也在进行 只是我们还没有 在通过媒体去宣布 我们已经进行 这个活动而已 那么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 最近 林首长在 兵州 有一个打房计划 就是实施了一些 阻止 就是房地产 泡沫化的一些措施 其实大家也都跟 很多的赞 这样的一个措施 是实实在在的 为民众做的一些事情 你感觉这样的 林首长这样做 是不是他 在整个的 施政过程当中 他 他应该也 获得民众的 很多的赞 在这方面 与国阵相比来说 他 他应该 是 是占上风的 对吧 就是 如果是好的政策 我相信 谁进行的话 都会是占上风的 如果好的政策 如果 国阵这方面 其实也是有的 对吧 我现在也是有 就是他也是推行 这个 一个马来西亚 人民访问计划 什么 PRIMA PRIMA 如果他能够 若士党好的话 那也是对他们 是一个加分 就是问题 问题是在于 他们能够做得到 还是最后 事与愿违 这个是一个问题 好的 那我们谢谢 YB今天跟我们谈 我们也期许 就是明年呢 可以更加的加油了 让我们做一出 更多的成绩 让我们也能够 互相的一起提升进步 谢谢YB OK 谢谢 拜拜 刚才呢 我们联系到 YB也讲了很多的 那么 紫豪对这样的一个 有什么观点吗 是 刚才YB所说的 也是很正确 嗯 国阵明年的兵工程 就是说 刚才YB所说的东西 以及 明年以及国阵 对下一届大选的准备呢 都是比较倾向政策性质的 以政策性质来影响 人们对他们的支持 那 我刚才好像没听到YB说什么 招兵买马的那些 那些 比较形式化的一些方式 反正这方面呢 国阵就可能会比较 呃 着重 因为国阵 尤其是巫统啊 马化 有五十多年来的那些执政经验 他们比较 呃 有经验在 招兵买马这方面 啊 他们去 广照会员啦 让 普通人 人民呢 入党啦 之类的 但是 明年 好像从YB的口气 口气中呢 好像不是用这一个方式啦 怎么去 呃 招兵买马 反而是用他们的政策 用他们 呃 尤其是从行动 的观点来讲呢 就是那些 呃 平等的政策 呃 来吸引我们的有足同胞 加入行动党 像YB说说 有几个 呃 那一个 马来 村马来人的支部也成立了嘛 就是他们的一个成果了 我 我个人认为就是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明年 即使他有两个州属 三个州属呢 他还是不够资本而已 呃 这一个资本雄厚的国阵呢 做出一个对抗 所以只可能 可能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嗯 你说那个办法是 照 是政策方面 政策方面 而不是呃 实质上的招兵买马 就好像呃 呃 有资金 有资金 啊 呃 那么你呃 刚才你所说 是呃 刚才你所说 国阵的资金也是雄厚的 他的关系也是庞大的 所以在明年给他呃 有一些议题啊 也出现了很多 你看呃 你想刚才我们谈到好多的议题 你包括恩慈提到的这些 什么反败委员 或者竞选盟 还有还有这些涨价的问题啊 达到收费的问题 还有消费税的问题 呃 还有一些法案的问题 还有呃 经济负全政策的问题 这些问题好像总体这些问题 看起来国阵都是在占上风的 对吧 你说占上风的是什么意思 呃 好像是在博弈 他们在博弈过程当中 好像国阵的那种呃 呃 呃 长远的考虑是更加长远的 不这么只说吧 他的 你刚才所提出的GST啦 呃 呃 这个 那个 这个强化土著政策 以及这一个呃 呃 那个 那国路费的等等的 这些涨价呢 嗯 其实它影响城市人比较多 反正好像强化土著政策呢 或者是那一个 一马援助金呢 是补助乡村贫困的人会比较多 所以怎么说都好呢 国阵的这些政策呢 都是清乡下 呃 不清 或者说呃 就是 加重于城市人的负担 中产阶级的 中产阶级的 所以您看到 就是说我们 我们我们就不对了 不应该用来自我们 也不应该自人民 就是你要把它分成 乡下人民 即城市人民 或者中产阶级人民 或者是低收入的人民 国阵现在呢 其实我要引用19 1988年的时候 美国总统的选举的 当时老布什呢 在大选前的那一个竞选口号 就是不加税 不加税 不加税 就是因为这不加税 才把它推上这个总统宝座 那么没想到呢 就当上总统没到一年 他就提上加税 他是呃 共和党的嘛 民主党呢 还在那一个 那一个国会呢 要试图阻止他这么子做 但是最后 他们还是达到了协商 还是加了税 所以您看政治的一个手段 就是一当上政 呃 当权者 当权了之后呢 第一年 你不在第一年 葬的话呢 你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或者第五年 才葬的话 他就会给人民的脑里 牢牢记住了 牢牢记住的时候 下次大选就不选你了 所以要葬什么都好 就要在一直 真的那一年 全部一次过的葬了 就像我们看到 现在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这个时候 不想还等什么时候 而且不只是国政 像明年的州属呢 槟城还是赠水费了 雪兰尔还是赞蒙排碎了 都国政 国政执政的这一个 中央以及其他州属都在赠 你看不只是国政赠 明年也赠 就是有一天 就是是五令五 可能明年执政了之后呢 在情况所逼的情况下 还是要赠 既然外币也说过 他赠的原因呢 可能就是一些捧党的那些东西 但是这不只是过路费账而已吧 还有其他的都在赠 像GSD等等了 这些都是要在今年做好的 如果今年首县纳吉或者是领首长 或者是丹斯基卡里不赠的话呢 明年上就没机会再赠了 就确实像你刚刚说的啊 有几个点 就是在五令五大选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说通过成绩就知道说 其实就算很多的华裔选民都转向了反风 但是呢 还是因为有非常多的一些基层 将是在一些刚榜区的一些 有马来的蓬包 他们这个部分呢 是非常大的一个底派 就是他们的票源 所以他们在之后所推出的这一些举措 像你刚才说的一马援助金 还有土著政策 都在在的更加的梗固了 他们的这个票源的信心 所以当然你刚才提到的 像效仿嘛 美国他们也是在第一年 就一步端的涨嘛 不管是汽油 或者是各个从大选之后 这一些一系列的涨风呢 确实也让可能说大部分受影响的 都是中产阶级为主 所以但是这个 可是过了这一年之后 在接下来的几年之后 不知道那个趋势 您认为可以走向哪一个方面 它可能还会再涨 有些有些价格的 不是由政府来控制的 举个例子就像油价 油价其实是要跟着国际的趋势 如果是国际油价涨的话 政府不跟着涨 那政府要补贴 今天的数额是天文数字 那其他可控制呢 就应该不会在 下一届大学前两到三年之内再涨了 可能明天还会涨一些东西 但是后年应该不会再涨到 让人民既得到下一次大选的东西 因为现在那个Medicare Review 所做出的一个调查也是说 可能就是因为这几个月的帐篷 导致让在国际首相的这个叫什么 民调里面的 它是下跌了 已经是从2009年到6月到现在 以来最低点 您看一下其实首相的这个支持率呢 你要跟其他国家的元素来比 欧巴马的支持率也是有30多巴仙 那台湾总统嘛 英九的支持率还跌到一个 惨不忍睹的几巴仙而已 所以你看一下 这一个 这一个支持率其实它是 不说月 用每个月来浮动 也不说每个礼拜来浮动 它是每天都在浮动的 那现在呢 你看年度汉字也选出来了嘛 就涨嘛 就因为这个涨制呢 普遍上人民对政府有一个不满 然后政府的领袖就是首相呢 当然它的满意度也会跌 我还想试问那48%支持 那52%支持首相呢 你是什么原因在支持 对首相感到满意呢 现在呢 应该是没什么理由 但是你看下去吧 可能明年再更多 强化全民经济的政策推出下 或者是首相之前推出的改革 已经看到它明显的效应之后呢 满意度自然而然的又会提升了 这就是我的看法 所以这是国阵的 也是一种策略了 它在大选之后第一年 它必须要涨 各方面都必须要涨 涨调整之后呢 它把经济稳定住 它把赤字减少了 整个经济稳定之后呢 后几年它就会发展发展 等到十四届大选的时候的头一年 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满意度了 是吧 今天呢 我们 袁袁你说的对 今天我们谈的是它几时涨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涨 但是我们没有深入的谈 它为什么要涨这个价 因为如果我们要深入谈的话呢 应该一个小时是绝对不够的 它为什么要涨呢 其实人民有两个 两个 有两个原因导致人民生气 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你才涨 他们有些受 好像有些上当的感觉了 就是说你答应我不涨了 你现在又涨 然后第二个原因让人民生气 是为什么你要涨 就好像外面刚才说的要涨呢 就是汇集碰党 在马哈顿马哈迪 也是安华丹副首相的时代的时候的一些政策呢 令到现在的这个人民呢 看到它的后果了 这两个原因呢 是完全不同的权 有两个不同的权益 一个是政治 一个是经济 如果要谈经济的那一个呢 我看至少要五六个小时 或者是要请一个教授级的经济学教授来说 然后人民他可以生气 但是如果可能经过教授 或者是经济学家的解释之后 他就没那么生气了 反而在这个政治的这一个观点上 也就是在大选过后 你答应我不仗 你还是仗 这是全世界的趋势 不是马来西亚而已 但是好像明年的公式 它也是有些效果的 你看它的舆论公式 它无论是涨价方面 是消费税 还有它 对 它有一些演讲会啊 关于消费税的一些演讲会 它也在推出 而且至少你看巫统大会 它的好长一段时间 它都是纳吉在说一些演讲词嘛 这些演讲词的大部分 都是为了撇清一些课题而做的一些演讲词 所以是不是在这个程度上 明年的这种舆论公式 它也是很有效果的 对民众的情绪 不如这么只说吧 如果明年不做这一类型的公式 我还说明年你要 你要存在性是干嘛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明年 应该要做的东西 他们做的非常正确 但是人民如果了解情况的话呢 他不会只会单方面听国政的说词 或者是明年的说词 他应该两边都听到 自己做的一个自己做一个想法 如果单方面听明年的这些政治持令的话呢 他会发觉到他可能以后呢 不知道应不应该继续了解政治 因为政治不是单方面的 永远都是要两方面的 但是我们最近好像虽然说 明年的一些说词是奏效 但是从505一路下来 我们好像感觉到明年的一种 他们第一他们草用民粹的方式去去草弄 打个比方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 就是最近那个水灾的关单 然后那时候林冠英就出来说 只要给明年执政 应该是一届就可以把它搞定了 就是类似这样子 只是动动嘴皮的东西 也不是这么样子的 就是林首长在308大选之前呢 就说过 冰城的水灾只要一年就可以解决了 没想到在那个 应该是甘载园呢 在明年执政了三年过 还是一样水灾 所以之前我在报章上看到的 就是他 马华 马华他们的之前就拿了 挂了一个布条 就说明 就就放林 林首长的这个校园 说明年当家一年就可以解决水灾 就站在水上面就挂上去 也不是说说来算了 我就说他是用一个 炒作民粹的方式的 就可能会让我们感觉说 好像看到明年的一些弱点 其实不同也有这些方面的事情了 也是在民粹呀 对 就是我们已经厌倦了国阵的民粹 然后没想到 明年好像也是用民粹的手段 有什么不一样 那可能除了这一方面 就是陆陆续续 像刚刚说的 国阵一直在这个段时间 推出了很多政策 像土著政策等等 但是呢 会不会就是在 从中 我们也看到明年的一些 就是他们矛盾点 比如说可能来到 马来人特权 土著特权 宗教 等等这些议题上面 他们好像有一种 就是处于挨打的状况 非常正确 如果把国阵以及明年 来做一个相比之下 在民粹方面 做一个相比之下呢 国阵虽然巫统一党独大 他霸道 但是在霸道之余呢 他有一个确定性 也就是说 我们人民知道 OK 虽然国阵霸道 他要做某些某些东西 某些某些东西 人民都很确凿的知道 他的政策是往哪一个方面走 但是明年三党呢 最主要就是伊斯兰党的存在性质 对行动党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威胁 尤其是在伊斯兰教这一方面 因为行动党推崇的是 我不说 我不要说中国色彩的社会主义 但是他怎样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 社会主义的政党呢 是绝对不能跟一个宗教主义的政党呢 采上任何关系的 就我也不要说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是一个相等的东西 因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呢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的关联 而共产主义第一条大规则 就是不可以有宗教色彩 说中国不可以有官方的宗教 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 社会主义可以有官方宗教 可以有宗教色彩 但是不可以让宗教来作为一个社会的主导 所以这两个政党在同一个预想之下呢 的存在性质就是有一些问题的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对于他迷恋在对抗国阵的时候 他内部的问题 他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因为如果内部不团结的话 他对于外来说 对于国阵来说 他的力量也是削弱了 看他们要怎样运用吧 尤其之前武林国的时候运用的妥当的话呢 反而弱点还可以强化本身的优势 我举个例子呢 小弟本身在大选的时候就去参与很多合法集会 以及合法的演讲 国阵方面也去看 明年方面也去看 就小弟发觉到明年的行动党呢 在华人区方面呢 就说一些平等平等平等的东西 很好听很好听 但是去到甘板区呢 也就是乡村区呢 看到伊斯兰党呢 在一个这些我们伊斯兰同胞呢 在演讲的时候 就说我们应该要强化伊斯兰 这样我们不可以让巫统的这般人 巫统做的不够伊斯兰 我们还我们还要更加多的伊斯兰的政策 所以如果你看 城市的华人跟乡下的马来人的交流是很少的 普遍上是不会有交叉点的 所以只要强化自己本身的矛盾 在这一方面的在政治上呢 其实是蛮管用的 就是说行动党可以在城市跟华人说 马华做的不够我们好 然后回教党 伊斯兰党可以在乡村跟马来人说 哎 巫统做的不够我们好 反正他两边都得到支持 但这样也会让国阵找到一些披露 找到一些点来引起 迷连内部伊斯兰党和行政党的一些矛盾 那不是国阵一直都在做的吗 国阵一直在这么做是吧 一直都在那么做 国阵明连一直都在那么做 国阵一直都在那么做 所以现在其实已经可以看到很清楚了 因为国阵我刚才说他是巫统霸道嘛 他要这样之间 他要突出政策就突出政策 就是华人如果您不能不能狗头的话呢 你就不支持你就不用支持他了 他的感觉上感觉上他不是实质上 他感觉上是这个样子的 但实质上他不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首相推崇的是中庸 首相推崇的是一个马来西亚 他首相本身以及他的党呢 首先要达成一致 先他他与明连一样也还没达成一致 所以现在明连的这个矛盾问题 也转移到国阵来了 明连的矛盾问题是宗教上 国阵的矛盾问题是那个种族上 所以大家都现在在这一方面的政治上 是平起平坐了 所以两方面其实都各有各的痛感 也来到一个固定模式 就是大家不断的在玩弄或者操弄 两个两个之间的 他们也本身存在的一些矛盾 但是可能因为我们本身对明连 是寄予非常多的期待跟期望 所以在这段当中 却好像看到说很多时候 像你刚才说明连有提出什么 要平等啊 他们提出的一些说辞 却好像提不出一个所以人来 像之前好像预算案出来的时候 那那个明连就会说 说GST的问题啊 像GST就说 可能不否认GST的好处 但是觉得这个不是时候 那后来我们有一些经济学校也翻了 说从明连提呈出来的这个预算案 他们本身也解决不了赤字的问题 但是他们却不断的 好像只是只能够抨击国阵 但是自己好像也提不出一个 非常有建设性的一个措施或者政策 大概也是这个样子 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可以以这个方面来看 某个政党以后执政的话 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如果明连提出的那一个预算案呢 是将对他们的一个评价的话呢 他是以国阵执政五十多年来的 这一个 遗留下来的这一个平台呢 来做出一个预算案 其实怪不了他们这么多 能怪的呢 就是说明连不应该当双面人了 做前面的时候指着 国阵讲说 你不可以这样 后边他们的本身的预算案 又这么样子做 同样的 我说国阵虽然执政了五十多年来 但是首先那几执政也是不超过七年了 也就是现在这一批的 这一国阵的这一班领袖呢 都不是东顾阿多拉曼那一批的人 都已经是不同人了 也不可以把东顾阿多拉曼 顿拉萨做下来的 这个理由的不好的东西 全都怪罪于这纳吉的头上 所以很多时候呢 大家都要对 政府以及反对党的评语 上一届大选之后才给予一个评价 而不可以把它牵连到五十多年前 好那我们呢 今天就跟大家讨论到这里了 就可以看到说 在整个国家里面的一个可能局势 或者是不断在炒作的一个手段 然后互相不管是互相的打击对方 或者是为着接下来50505之后 就是下一届的大选的做的一些准备 那我们也希望说可以在陆续的观察 在分析 不管是国阵还是明年 他们到底能够做了一些什么 在评估 那希望呢 在下一届大选的时候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全新局面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边 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个星期一再会咯 拜拜 拜拜 拜拜